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如何做出正确决定 我们做决定时经常能感到理性和情感的交锋 眼前的蛋糕该不该吃 股票是持有还是卖出 理性和情感往往会有不同的选择 许多人认为理性优于情感 我们应该永远相信理性的职业 这种观点历史非常悠久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把理性比作车夫 把情绪比作倔强的汉马 认为车夫要用鞭子驯服汉马 才能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 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 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认为理性是神圣崇高的 感性是原始粗俗的 它会扰乱认知 干扰理性的正常运转 这种观点现在依然很流行 许多决策类的图书都会介绍各种理性思维工具 帮读者去客观分析利弊 克服情绪干扰 但本书作者乔纳莱勒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认为几千年来人们都误解了情感 情感对做出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光有理性没有情感 我们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乔纳莱勒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专业 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神经学家艾利克坎德尔的实验室工作过 是纽约克、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等知名媒体的撰稿人 出版过多本神经科学相关的畅销书 在本书中 莱勒从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 详细分析了情感和理性对决策的作用 以及各自的局限性 他认为两者的过多或过少使用都不利于做出正确决定 我们要根据不同情况协调情感和理性 让他们发挥各自优势来综合决策 本书出版后被称为《思考快与慢的行动版》 畅销书《怪诞行为学》的作者丹·艾瑞里称赞这本书 探究了人类决策的奥秘 让我们变得聪明多了 常委理论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则认为 莱勒是讲故事的大师 这本书不仅有用而且好玩 下面我会通过三个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情感的作用和局限是什么 第二 理性的作用和局限是什么 第三 如何做出正确决定 先说第一个部分 情感的作用和局限是什么 作者认为 情感对决定的作用有两个 第一个是为决定提供依据 没有情感的大脑是无法做出选择的 为了理解这点 我们先来看看 失去情感会有什么影响 1982年 有位叫埃里奥特的病人做离子手术 切除了大脑额叶附近的一块肿瘤 手术之前 埃里奥特是为模范丈夫和父亲 在一家大公司担任管理药职 在手术后 虽然埃里奥特的智力没受影响 但他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缺陷 再也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任何需要他做决定的时候 埃里奥特都会不停地纠缠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 比如普通人决定上哪里吃午饭 可能只用几分钟 选个距离近或者有喜欢食物的餐馆就好 可埃里奥特不一样 他会仔细考虑餐馆的菜单 座位布局以及灯光效果 他甚至会开车去每个餐馆看一看到底有多拥挤 但即便做了这么多分析 埃里奥特还是会犹豫不决 不知道该选哪个餐馆 可想而知 埃里奥特在生活中会遇到多大问题 他被公司解雇和妻子离了婚 还被人骗了一大笔钱 最后被迫申请破产 美国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瓦西奥 对埃里奥特做了全面的检查 他发现 埃里奥特由于额叶皮层的一部分受损 体验不到任何情感 我们大脑中的额叶皮层不仅负责思考 它的很大一部分功能还与情绪处理相关 额叶皮层里有个很重要的组织叫矿额叶皮质 眼矿的矿 它的作用是把其他脑区产生的情绪传递给意识 但是这个组织很脆弱 可能因为恶性肿瘤或动脉出血而无法工作 结果就是像埃里奥特一样 虽然其他脑区产生了情感 但这些情感无法被意识察觉到 埃里奥特描述自己的悲惨经历时 非常冷静克制 就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 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悲伤 焦躁或沮丧 达马西奥还向埃里奥特出示了一系列的照片 比如血肉模糊的脚 裸体女性 燃烧的房子等等 不管图片多么挑逗或血腥 埃里奥特都像机器人一样 完全检测不到情绪反应 按照理性优于情感的观点 一个体验不到情感的人 应该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 但埃里奥特的案例 推翻了这种观点 为什么情感对决定这么重要 想想自己的日常经验 我们会意识到 很多时候 我们决定的依据 其实就是情感 做决定需要衡量利弊 而利弊往往因人而异 和情感因素密切相关 比如上那儿吃午饭 有的人注重效率 会选最近的餐馆 还有的人在意味道 只要好吃 就算又贵又远也无所谓 这都是不同的情感偏好 又比如 上一辈人会认为 年轻人去大城市打拼 既辛苦又不稳定 最好在老家考个公务员 收入稳定福利高 家里的亲戚朋友 也方便照应 但很多年轻人 看中的不是稳定低风险 而是意义感和趣味性 他们想要在工作中 实现自我价值 体验丰富多彩的人生 就算工作辛苦不稳定 只要做热爱的事情 他们就觉得幸福 这种选择当然也有道理 如果一个人体验不到任何情感 没有主观偏好 得到好处的时候不会开心 遭到损失时也不会悲伤 那么不同的选择在他眼里 就没有了区别 自然没法衡量利弊 做出决定 情感除了帮我们做出日常选择 也是道德决定的依据 书里介绍了一个叫 约翰·维恩·盖西的病例 盖西是一位建筑承包商 他喜欢组织大型的烧烤晚会 并邀请邻居来做客 但这种友善好客的形象 是盖西精心策划的谎言 1980年 盖西因为谋杀33个男孩被判刑 他给那些男孩钱 让他们为自己提供性服务 然后在客厅里杀死他们 盖西被捕后 人们发现 他在智商和逻辑推理方面 一切正常 但毫无道德感 完全不会为伤害他人而愧疚 神经科学家猜测 像盖西这样的心理异常者 大脑中的杏仁核可能受损 杏仁核是产生恐惧和焦虑的脑区 普通人即便只是想到伤害他人 杏仁核也会被激活 正是杏仁核带来的负面情绪 阻止我们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而杏仁核异常会导致人的情感缺失 让人能毫不留情地犯下残酷罪行 这个发现同样和传统观念相反 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家 比如笛卡尔 康德 都认为道德源自理性的思考 一个人思考的越多越全面 他就越会做出道德的决定 而现代神经科学发现 当我们面临道德选择时 大脑会自动产生情绪反应 瞬间做出决定 之后额叶皮层里负责思考的脑区 才开始活跃 人们会想出有说服力的理由 来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涉及道德决定时 理性不是科学家 而是律师 他的目的不是探究对错 而是在给定观点的前提下 去收集证据进行事后解释 使我们的反应看起来是合理的 所以当一个人的大脑出了问题 缺失了指导道德决定 所需要的情绪感受 那么他的理性会很乐意 为自己犯下的罪行 做各种辩护 因为情感从来没有告诉他 不要这么做 用书里的话说 疯子不是失去理性的人 而是失去一切 只剩下理性的人 情感的第二个作用 是他能预测未来 帮我们做出成功概率 更高的决定 日常生活中 人们经常需要短时间内 做出决定 在激烈的比赛中 橄榄球运动员需要在瞬间决定 把球传给谁 他只要一犹豫思考 就可能被对手扑倒在地 肥皂剧导演经常会一边干其他工作 一边看新人视镜 有经验的导演 往往只需要几秒钟 就能预测出哪个演员合适 这些快速决定的依据 就是直觉 纽约大学的神经学家 约瑟夫勒杜认为 我们在生活中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 但注意力是有限的 所以这些信息中只有一小部分 能被我们捕捉到并进行思考 与此同时 大脑的潜意识 能对意识外的信息进行分析预测 并把结论转化为情绪信号 发送给额叶皮层 让我们对有利的选择感觉良好 对不利的选择感觉糟糕 这就是直觉的来源 直觉和多巴胺密切相关 多巴胺是一种影响情绪的化学物质 当它的含量提升时 我们会觉得快乐 含量降低时 我们会觉得不安 但它能做的还不止这些 神经科学家发现 如果一件事反复发生 当这件事再次发生时 我们的大脑就会根据过去的经验 做出预测 并在结果出现前就改变多巴胺含量 让我们预先感受良好或觉得不安 这个学习过程发生在潜意识中 比理性思考反应更快 神经科学领域有个著名的 爱荷华赌博实验 组织者是前面介绍过的神经科学家 达玛西奥 他会给参与者四副扑克牌 和2000美元的筹码 每张扑克牌上写着 赢多少钱或输多少钱 这些牌看起来是随机组合 但其实经过精心设计 其中两副牌风险较高 赢得多输得也越多 另外两副牌比较保险 虽然赢得少但几乎不会输 如果只从这两副牌里抽 可以保证只赚不赔 游戏规则很简单 玩家每轮任选一副牌 从中抽一张 他们不一定要每副牌都抽 也不一定要平均抽 玩家经过多轮抽牌后 看最后谁赢的钱最多 游戏开始时 玩家的常见策略是 每副牌都会抽几张 判断哪副牌赢前的可能性最大 之后主要就抽这副牌 平均来说 玩家在抽出80张牌后 才能在意识层面决定 哪副牌赢面最大 在玩家抽牌时 达马西奥会测量 他们的皮肤导电水平 导电水平越高 说明越焦虑不安 结果发现 仅仅抽出10张牌之后 当玩家的手伸向高风险的 那副牌时 他们的皮肤导电水平都会提升 也就是说 虽然玩家在意识层面 还不知道哪副牌危险 但潜意识已经总结出规律 提前发出了情绪警告 那些在某个领域花了很多时间 钻研和实践的专家 比如前面说的运动员和导演 他们的潜意识已经总结了大量经验 拥有很高的准确度 正是借助潜意识的情绪直觉 专家才能在短时间内 做出准确的决定 好 说完了情感对决定的积极作用 下面我们说说情感的局限性 书中主要讲了情感的三种缺陷 第一种缺陷叫沉迷预测随机事件 刚刚说过 潜意识会不断总结经验来预测未来 但潜意识能够有效的前提 使这件事确实有规律可循 如果这件事本身是随机的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准确预测 那潜意识可能会建立起一个 并不存在的预测模式 误导我们的决定 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把老鼠放到一个 有左右分叉路的迷宫 路的左右尽头 有一边会放着食物 到底放哪边是随机的 左边的概率是60% 右边的概率是40% 老鼠在走了几次迷宫后 很快意识到 左边有食物的机会更大 于是老鼠就一直往左边跑 最终得到食物的几率也是60% 研究者又找了耶鲁大学的本科生 重复了这一实验 结果很有意思 这些学生坚持要总结出一套方法 好让自己每次都能准确地 预测食物的位置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食物出现在左边的概率 是比右边要大 但它每一次出现的位置都是随机的 因此并不存在能100%准确预测食物位置的方法 最终这些学生获得食物的几率只有52% 还不如老鼠高 情感的第二种缺陷叫看重及时收益 我们的情感能理解现在就要付出的代价 但很难理解未来要付出的代价 容易被眼前收益冲昏头脑 冲动行事 拿购物来说 当我们用现金买东西时 手头的钱立刻就减少了 我们能直观感受到消费的代价 但信用卡消费把交易抽象化了 我们买到了东西 却感觉不到付账的痛苦 这就让大脑放松了警惕 许多人有了信用卡后 沉迷于刷卡购物 有种买东西不要钱的快感 直到收到账单才后悔莫及 所以很多理财顾问会建议客户放弃使用信用卡 这样才能阻止自己乱花钱 情感的第三种缺陷叫损失规避 这是说损失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大于等量收益带来的快乐 比如我和别人打赌输了20块钱 由此造成的痛苦是赢回20块钱也弥补不了的 也许至少要赢回三四十块才能弥补 损失规避让我们为了减少眼前的损失 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长远损失 拿股票投资来说 很多投资者的习惯是卖掉已经赚钱的股票 长期持有亏钱的股票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已经赚钱的股票 如果未来股价下降 我会很不开心 还不如现在卖了落贷为安 至于还亏钱的股票 如果我现在卖了 账面损失就会变成实际损失 所以我要拿着在观望下 看能不能回本 结果就是 能赚钱的股票 因为卖得太早而盈利不够 无法弥补持有亏钱股票 造成的长期损失 最终还是赚不了钱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下第一部分的内容 许多决定的依据都来自情感 如果一个人体验不到情感 那么他也就没法衡量利弊 做出决定 此外 潜意识会总结经验 预测未来 并把结论通过直觉来告知大脑 情感也存在局限性 他会让我们沉迷预测随机事件 看重及时收益 规避损失 做出错误的决定 正因为情感有种种局限 所以我们做决定时 还需要理性的协助 下面第二部分 我们来说说 理性的作用和局限是什么 作者认为 理性对决定的作用有两个 第一个是审视情感 压抑冲动 前面我们说过情感是决策的依据来源 但人类的情感不止一种 有的带来好处 有的带来坏处 比如减肥的人看到巧克力蛋糕非常想吃 如果听从这种情绪做决定 显然是必大于力 而理性能帮我们思考情感的来源和造成的结果 如果理性认为某种情绪会导致不好的后果 就能对他进行压抑和忽略 如果一个人的理性出了问题 他就会变得不顾后果去做事 我们看一下玛丽杰克逊的案例 玛丽是个19岁的大二女生 在长春滕大学念书 学习用功前途光明 但是在大二的暑假 玛丽突然开始堕落 她频繁地去酒吧和舞厅 和陌生人优惠 甚至吸毒 玛丽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会做这些事 她只知道自己无法控制冲动 无法抗拒诱惑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肯尼斯·海尔曼对玛丽进行了检查 她发现 玛丽的行为不是由内部目标驱动的 而是完全由外界刺激引起的 不论看到什么东西 玛丽都会想接触并拥有这个东西 她不会思考这么做的意义和后果 完全依照本能去行动 海尔曼对玛丽做了脑部核磁共振扫描 发现一个肿瘤压迫着玛丽的前额叶皮层 这个部位主要负责理性思考 她的受损让玛丽失去了 用理性审视调节情绪的能力 做出一个又一个愚蠢的决定 理性的第二个作用 是进行抽象的逻辑思考 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潜意识能帮我们总结经验 预测未来 但如果遇到的是全新的问题 压根没过去经验可以参考 潜意识自然也没法发出情绪信号 做预测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理性能想出新的解决方法 书里举了一个案例 瓦格道奇是一位资深消防员 1949年 他带领队员去美国曼恩峡谷 扑灭草原大火 到了现场道奇发现火势非常大 根本没法控制 在高温和风势的影响下 一道高达60米的巨大火墙 朝着消防队员直扑过来 在这种生死关头 大家都陷入了恐慌情绪 只知道一个劲逃跑 但道奇知道 大火蔓延速度很快 迟早会追上自己 他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逃生方法 道奇在自己周围的草地上 放了一把火烧出一片空地 然后他就躺在空地上 用尸手帕捂住口鼻 等着大火从身边的草地上绕过自己 最终参与任务的13位消防员 只有三人活了下来 道奇就是其中之一 而他发明的火场逃生法 已经成为了一项标准的消防技术 挽救了无数被困火场的消防员 以前从来没人在这样的大火里 成功逃生过 道奇能想到烧草地来求生 依靠的是现状分析和逻辑推理 他意识到草是易燃物 大火正是借助草地来快速蔓延 那么从逻辑上说 只要找到没有草的地方 就可以躲避大火 而他可以自己烧出一片空地 这种对问题进行抽象思考 产生灵感找到新方法的能力 只有理性能做到 说完了理性的作用 下面我们来说理性的局限性 作者介绍了理性的两种缺陷 第一种缺陷叫过度思考 这是说想的太多 反而会压抑情感反馈 导致判断出错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 蒂莫西威尔逊做过一个实验 他让一群大学生 对五种草莓果酱进行评判 这些学生被分成两组 一组是不思考组 这组学生只要品尝果酱 按主观喜好 给果酱排名就行 第二组是思考组 这组学生要详细写出 自己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 某种果酱 然后再进行排名 至于果酱的质量到底如何 食品专家已经给出了 一个权威的排名 结果显示 不思考组的排名 和食品专家的排名很相似 他们最喜欢的两种果酱 和最讨厌的两种果酱 都和食品专家的选择一样 这说明 在评判果酱时 人们是天生的专家 大脑能自动分辨出 让我们最满意的果酱 而思考组的评价 和专家的评价 出现了很大偏差 他们认为最好的果酱 是专家排名里最差的 为什么思考后的选择 还不如凭直觉选择得好 威尔逊认为 人们在思考时 关注点会放在 容易用语言解释 说明的特征上 比如 思考组会去分析 果酱的外包装 和是否容易涂抹 但这些细节 对我们吃果酱 几乎没有影响 而对于更复杂 微妙的情感体验 比如 果酱口感和味道的细微差别 普通人很难用理性 去分析阐述 前面说过 理性具有压抑情感的能力 当我们把注意力 放在理性能解释的特征上 视野会变得狭隘 忽视情感的反馈 结果就是 理性可能会歪曲 我们的真实感受 理性的第二种缺陷 叫注意力有限 美国心理学家 乔治米勒指出 理性能同时思考的信息数量 大约是七个 你可以试试 让自己记住七个数字 然后再去做其他事 你会发现 很难专注做事 或是专注做事时 忘了要记住的数字 这是因为 理性思考需要消耗注意力 而注意力是有限的 如果要处理的信息过多 超出了注意力的极限 理性会无法正常运行 做出错误决定 有的科学家更悲观 认为同时思考 超过四个因素的问题 都会让理性崩溃 20世纪80年代 心理学家找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做了个实验 心理学家 先让学生选择一只 股票投资组合 然后把学生分成两组 一组学生只能看到 股票价格变化 不知道价格涨跌的原因 另一组学生 能够获得 源源不断的财经信息 他们可以看电视新闻 读华尔街日报 还能咨询专家 让专家分析市场趋势 最终结果出乎意外 信息较少组学生挣的钱 是信息较多组学生的两倍 这是因为 信息较多组的学生 沉迷于各种新闻和专家分析 大量的信息 让他们误以为 自己能够准确预测行情 因此更加频繁的交易股票 但其实 接触过多的信息 反而让他们分心 无法分辨哪些信息有用 而哪些没用 所以最后 他们挣的钱会更少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理性可以帮我们 审视情感 压抑冲动 还能通过逻辑思考 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但理性也存在局限性 他可能会歪曲我们的真实感受 或因为信息过多出错 下面第三部分 我来说说 如何根据不同情况 协调使用理性和情感 做出最好的决定 我把作者的观点 总结成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遇到新奇的问题 或简单的选择 我们要充分依赖理性 减少情绪干扰 新奇的问题是指 没有过去经验参考 需要寻找新方法的问题 比如治疗新型传染病 发明续航更久的电池 或是像前面说的 在罕见的危机中找到生路 简单的选择是指 要考虑的因素较少 而且因素都能被精确量化的问题 比如买蓝牙耳机 有的人是外观有限 但很多人主要考虑的因素 就价格 音质 续航这三个 而这些因素的好坏 都有可以量化的客观标准 不涉及情感偏好 那他就可以想想 自己最看重的因素是哪个 综合对比下就能做出决定 至于到底几个因素算少 这要因人而异 有的人额叶皮层比较发达 能同时考虑七八个因素 有的人考虑四五个 就是极限了 第二个原则是遇到复杂的选择 我们要进行适度的思考 同时重视情感的直觉 复杂的选择是指 涉及因素很多的问题 如果还包含了情感因素 那就更复杂了 买车就是典型的复杂选择 从价格 耗油量 作为数 到启动速度 安全措施 空调效果 要考虑的因素少说也有十几个 而且这些因素里 还有很多是无法量化的情感偏好 不存在统一的客观标准 比如外观设计 操作手感等等 如果完全依靠理性分析 很容易让大脑超出负荷 还可能过度思考忽视的情感反馈 比较有效的策略是通过思考分析 先选出三到四辆配置不同 但各方面都满足你基本要求的车子 剩下的就交给直觉 哪辆车给你的感觉最好就买哪辆 第三个原则是 对于包含不确定型因素的问题 我们要鼓励不同看法 综合理性和情感做出决定 买车虽然考虑的因素很多 但这些因素都是已知确定的 而生活中许多问题都包含了不确定因素 比如买股票 就算这家公司现在业绩很好 未来也可能因为市场政策变化 或跟不上技术创新而业绩下降 面对不确定因素 想获得长久成功 我们既需要理性思考 也需要情绪感受 麻省理工学院的商学院教授安德鲁罗 以10名股票交易人为观察对象 监测了他们的心跳 血压等多项生理指标 情绪越强烈 这些指标就越高 这些交易人在一天之内 做了一千多个决定 涉及资金多达四千万美元 安德鲁追踪了这些决定的结果 发现最糟的决定 都是在情绪过于平静 或过于激动的时候做出的 安德鲁认为 对投资得失的反应过于激烈 当然有不利影响 但如果对收益亏损 一点感觉都没有 也同样很危险 面对不确定性 我们要如何协调理性和情感呢 关键是要保持开放心态 愿意接受不同的看法 这样才能打开视野 灵活应对变化 作者提供了四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是 关注消极情绪的反馈 前面说过潜意识会总结经验 提前发出情绪警告 如果某个想法让自己感到不安 优秀的决策者会 审视消极情绪的来源 思考是不是有什么信息被自己遗漏 而不是对情绪视而不见 强行压抑 第二条建议 是鼓励互相竞争的假设 比如你认为某只股票未来会上涨 那么你可能只会关注那些利好消息 忽视负面消息 为了更全面地进行分析 你可以假设这个股票未来会下跌 以此为前提去收集更多证据 这能帮你摆脱事业狭隘 第三条建议是 不断提醒自己 还有哪些地方不清楚 再精密的计算和理论 也可能被出乎意料的事件摧毁 我们很容易认为 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 因此麻痹大意 每个扑克玩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自己拿了很好的一副牌 觉得胜券在握 结果没想到对方手上的牌更好 所以我们在做决定时 要反复思考 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不确定 有可能出意外的 从而降低意外造成的风险 第四条建议是 在团队合作中采用CRM策略 CRM的全称是 驾驶舱资源管理 它最早来自飞行领域 20世纪70年代 美国航空航天局展开了一项大型研究 分析了飞行员的各种失误 最后的结论是 驾驶舱内的很多错误 都源于机长对自己判断的过于自信 如果机长能询问其他机组人员 或考虑其他可能性 很多错误决定是可以避免的 而CRM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 自由交流不同观点的环境 机长不是飞机上的独裁者 整个机组成员都要共同协作 不断沟通 任何人都有责任发现错误并提出来 如果燃料不足 那么机械师就要确保飞行员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副驾驶员确信机长 做出了错误决定 他就必须提出异议 如今CRM的应用 已经超出了飞行领域 包括医院在内的许多行业 都采用CRM来鼓励团队沟通 减少工作失误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医疗中心 从2005年培训手术小组使用CRM 在培训前 心脏手术中只有21%的案例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培训后 这一比例迅速增加到62%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下第三部分的内容 面对新奇问题或简单的选择 我们要充分依赖理性 面对复杂的选择 我们要适度思考 相信直觉 对于包含不确定性的问题 我们要鼓励不同看法 综合理性和情感做出决定 说到这里 如何做出正确决定这本书 也介绍得差不多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来 人们都相信理性优于情感 但理性和情感都是进化的产物 目的都是帮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 我们不仅要善用理性分析问题 也要学会倾听情感的指引 找到让自己幸福的人生方向 好 如何做出正确决定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说比较